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老司机试车 今天的主角是最新款的一气大众麦腾 就是他了 那新款呢加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棕色 还有一个就是他 这颜色你镜头里看有点蓝 其实叫海豚灰 想象一下海豚皮肤 带着一点海水泛蓝的色泽 就是他 那前脸这个中网肯定是要做变化的 现在加了数条的小的度过条 有人叫下雨式的感觉 这个雨点状的中网 然后大灯呢 我们这台试驾车是380TSI的旗舰版 全系最顶配 那这功能肯定是到头了 什么转向辅助啊 自信远近光啊 还有矩阵式的照明灯等等 这些都是有的 然后车轮子 18英寸最新的轮圈造型 235的宽度 我觉得 窄了一点 可以再加上一些宽度 到245左右都可以 然后这个外后视镜呢 它是有自动折叠的功能 让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锁车之后 它的动作特别迟缓 解锁 要N很长时间 我觉得这个速度可以再调节一下 前后门把手都是有这个无钥匙进入的 然后后排还有隐私玻璃 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配置 再来看一眼车尾 车尾就厉害了 最厉害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字母 这个字母也写在了车标下面 你买回家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 还有这两个地方都给它 扣掉 然后这个屁股就会更加的唬人 下面排气一左一右 你看到的都是装饰口啊 真正的排气在下面 两边都是冲下的设计 然后呢 按一下这个车标 这个就是电动尾门啊 应该的 这里能看到两个把手是放倒 后排座椅靠背 四六比例放倒的 这个里面容量 在这个级别当中还不错 作为一个轿车 垂直高度是预料之中的 有照明灯 有12V点击器电源 但是没有挂钩 挂钩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实用性会比锚点等等 这些东西要更强一些 打开地板看一眼 这台顶配车型用的是单打音响 所以能看到一个单打的低音炮 外面是一圈小尺寸的备胎 这边是工具盒 以及额外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未来再升级 可以考虑把这个 侧面的挂钩给它挂上 你平时去超市采购什么的 还是很有用的 走再去看一眼车内有哪些变化 车内啊 首先第一点 历届的老款麦腾最顶配 都喜欢用那个老气横丘的木质贴片 现在用了亮晶晶的材质 这个视觉感受确实更年轻化一些了 配置层面呢 最顶配车型为例 它的价格是从3019涨到了3099 多了哪些东西 比如说方向盘 多了一个加热功能 这个北方地区的用户 在冬天就会舒服很多 中控这块屏幕 打开之后发现一些调整 现在多了车联网的功能 包括一个绑定的账号以及一系列相应的设置 再比如驾驶辅助系统这个模块 点进去之后 这个界面设计的非常好 通俗易懂 现在是新加了交通标志识别功能的 这个界面的设置 我觉得对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用户是很友好的 我直接第一眼就能看懂是什么意思 然后整个车内的氛围灯 现在是增加到了30种颜色 下面这个托盘也是有了手机无线充电功能 这很好用啊 我上车以后就把手机往这一扔就可以充电了 下面的空调控制面板 由这个实体完全变成了触控式的操作 视觉上的档次感确实是提升了很多 但是实际的使用体验 我觉得还是不如那个老的实体按键和旋钮式的 所有的触控面板用起来都不如实体的好用 这个所有的车型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要调一个温度 我要多次的操控才能调到我真正想要的那个具体的温度数 这个是档次感和实用体验之间的一个取舍 再比如说后面新加了一个Type-C的接口 这个中央扶手箱里面也多了一个Type-C 一共是前排两个Type-C的电源了 前排的储物空间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门板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储物槽 而且内部有直容的称电 左手边这边同样有一个比较大的抽屉 然后这个位置刚才说的手机无线充电也可以当做一个储物空间来用 后面两个背架一个小的储物格 中央扶手很好的传统 它的前后高低都可以调节 这个是保留下来的 里面的容积一般般 这里手套箱这个容积就比较大了 而且有直容的称电 我觉得前排还缺一个眼镜盒 其他的就很不错 整个前排还是那种非常标准的大众式的风格 一眼就能认出来 材质偏硬了一点 这个里面还有这个门板都是比较硬的 可以再考虑加一点软的材质 前排的乘坐空间大家看一眼就好了 我调好之后头部大概是四指多 勉强一拳左右 这个就是前排的重点情况 再去后排开 后排基本面空间没问题 长久以来的传统优势 我看到空调操作面板 也是从传统的按键式换成了纯触控式 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后排会比前排好一些 因为我后排不用开车 我可以专心自制的去调 所以视觉上和使用上的体验感都会比前排更好 上面是空调出风口 下面这个位置打开 一个220伏的常规电源和USB接口 后面没有Type-C 中央扶手的变化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老款那个中央扶手 一个软垫 中间掏两个洞很寒酸 那现在是有镀铬包边的一个储物托盘 前面是伸缩式的两个背架 这个很显然是来自奥迪的领部件 这边还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去后备箱拿一些小东西 它隐私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除了侧面的隐私玻璃还有手动遮阳帘 这里后风挡也有电动遮阳帘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个位置 后面的小三角窗还是没有完全的挡上 如果有人仔细往里看的话 还是能看到你在干什么 对于一般的商业用途来说 这个车的后排的隐秘性我觉得确实还是不错的 中间有一个大骨包 这个长久以来都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它干掉 它的头枕有三个独立 左右两边这个头枕的夹角是可以手动调节的 跑长途会比较舒服 还有个细节 它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是这种外路式 安装座椅会很方便 所有这样的设计在我的视频里都会给个赞 接下来把这个车开起来看看感受如何 麦藤的驾驶感受实在是太熟悉了 这台车型380TSI也就是2.0T高功率版本的汽油机 220马力356米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它的官方零摆加速成绩比老款进步了一点 现在是7.2秒 实际上你看它的准备质量反而是提升的 所以不知道背后工程师做了怎样的工作 目前这台车型跟老的开起来 当然没有本质的区别了 它的一个显著的特性 D挡下油门的响应在初段不是很线性 所以我宁愿把它切换到S挡 当我需要这个动态的感受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要你稍微清点一下 这个澎湃的推背感就出来了 所以高功率版本的汽油机开起来就是爽啊 但是价格确实也会高一些 那7速双离合变速箱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 它的整体的平顺性确实是比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要好很多了 不过在低档位下 一二档这个反复来回一些如形的时候 顿挫确实还是存在的这个无法避免 它的隔音降噪水平比预期的稍微好一点 整体的悬架舒适度 这台顶配车型因为是有电子可变悬架 所以你在激烈操控过程当中 整体的韧性其实会比普通的版本要更好一些 那最新款已经上市有价格了 各位如果想买的话 我推荐的版本其实是2.0T低功率 也就是330TSI的豪华型 官方价格是233,900 刚上市还没有优惠 但是在老司机APP上能查到将近1万条 老款车型的真实成交价格 整体来看它的比较合适的价格会是在20万元区间附近 所以未来它的330TSI豪华型 落地就是20万出头这么一个状态 这就是今天的老司机试车 感谢收看 我是老胡 下期再见 拜拜 元旦快乐 要分享哦